英超第四轮 斯特林和凯尔沃克的锦球 帮助曼城主场2比1战胜牛卡斯尔联队 后者开局一平三复紧记一分 复制了13年前的惨痛 牛卡斯尔输给了十里远在自己之上的未免冠军曼城 这本来也不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英超的球迷都已习惯了这种场面 面对曼城又以若生强的例子 在那不会是牛卡斯尔能做到的 关于牛卡斯尔和他们的绿色老板的故事 每个赛提都在上演 几乎每一个桥段的前台词都是钱 起码最终的意思永远是没钱 老板麦克埃学利一直都把俱乐部放在自家的货架上 一年多以前 他刚刚出手了自己 拥有的格拉斯克流浪者的全部股份 这些诈比8.9%的股份 被当时仅仅成立一年的球迷团体 Club 1872和香港的红资本首席运厅馆朱利安沃哈都平分了 前者现在已经持有俱乐部超过10%的股份 成为第二大股东 这个消息在当时引发了该俱乐部求您的庆祝 因为他们一直都担心 爱实力会伤害到球会 老板做到这个范儿上 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在那之后的四个月 爱实力毫不掩饰出售牛卡斯尔的愿望 并表示他已经和很多投资人签下了保密协议 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人 都对这家俱乐部有兴趣 那时的爱实力 一如以往的承认 他没有那么雄厚的实力 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英超这些大方们玩 而下去 英国媒体曾经报道 一年前 英国投资人斯塔维利 与牛卡签下一份保密协议 成为第五位签下此协议的潜在卖家 但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不过 十年前花费了1.34亿磅 加牛卡斯尔收入盲中的他 并没有因为这十颗无底洞 而有借卖的打算 以至于 连我选其中的前科都没有兴趣 陷入更久远的拉制式谈判 在输给曼城之后 牛卡斯尔四战一平三副紧记一分 这个成绩甚至还不如上个赛季 他们重摆英超时的两胜两副 即便是最近一次降级的2015-16赛季 他们好歹在前四轮还是两平两副 上一次牛卡斯尔出现这么热心的开局 还要追赐到2005-06赛季 那一年 牛卡斯尔前四轮里0-2的相同比分先后输给阿瑟纳 博尔多和曼莲 只是在第二轮与西汉姆护胶白卷 像是三年后的今天一样 四战继一分 那时第老板不胜爱实力 那时的主帅是索内斯 没人知道贝尼特斯为什么能够坚持到现在 但事实是 他和牛卡斯尔的合同只剩下9个月了 今年5月 当谈到许约问题时 贝尼特斯向记者表示 能否许约取决于他得到的转会资金 是否能领求对暴击 然后 爱实力很干脆的对此做出了回答 这个真没有 那个时候 一直面对媒体哭穷的爱实力 个人资产已经达到了24.37亿镑 而贝尼特斯想得到的资金大约18000万磅 在今年夏天的转会期间 纽卡斯尔最大花销的一元 是用950万磅 从每因此签约日本球员武藤佳季 而这名影风直到现在为止 虽然出产三次 却没能获得主力位置 埃根廷球员国际雷斯 其一生涯中在纽卡斯尔停留的时间最长 这位忠诚的元老 在战胜癌症后 依然被追了不效力 2014-15萨基连赛升官战 胡雪雷斯面对西汉姆送上一球一注 帮助球队保极 但最后 爱实力却没有与其十约 冲穿前的角度角 纽卡斯尔今年却做了一笔不错的买卖 上赛系从多特蒙特租建而来的米科尔梅里诺 在去年10月份在纽卡斯尔正式签钉 当时双方签字的是一份没期五年的合约 但是今年夏天 这名西班牙优二标果角 便被皇家社会激活违约金条款而带走 虽然仍是没留住 但不到一年时间 纽卡斯尔还赚了400万磅 这个夏天 演员平平的纽卡斯尔 卖出的球员远多于引进 以至于他们竞赚1100万磅 像两年前一样 他们再次通过转会交易盈利 但两年前这个数字是3300万磅 这些年纽卡斯尔换过很多主帅 目前贝尼克斯的在任时间只比阿兰帕度短 这期间 阿兰希勒还曾指教三个月 为了今年能顺利保级 贝尼克斯甚至放弃了暑假 留在英国操持转会事务 但他早就像俱乐部 所调的尼斯前锋普莱亚最终也不见踪影 当时正是风传梅里诺将会转投皇社 马特里奇可能去斯托克城的时候 被帅的心情糟糕到什么程度 可想而知 而且 据英国媒体透露 俄罗斯世界杯期间 因为洛派特级被解职 西班牙族协曾联系过贝尼特斯 北上将此时通报 留给了俱乐部总经理理查恩利 后者觉得这是对俱乐部的名声有好处 便同意暴行 但后来贝尼特斯自己放弃了这次机会 想比每天忙忙碌碌的俱乐部 国家队的工作显然有些悬得无聊 我认为自己还年轻 所以以后我还有大把的时间指教国家队 对于爱实力的运营策略的抗议 几乎成为牛塔斯尔球迷的日常 2008年 凯文基刚辞职 愤怒的球迷举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 2012年2月 50多名球迷在主场赛事中 抬着一口黑白乔文的棺材从球场走过 韦德斯抗议老板将球场移民 2015年4月 俱乐部在上一财政年度的立选创造了记录 账户结余达到了3400万磅 这样的业绩 让嫌弃老板科们的球迷再次一份剑影 他们曾发起影像抵制主场比赛的活动 当时的参与者达到了15000人 今年2月份 球迷为了预警贝尼克斯 索要转会资金的行为 在球场中拉起了62字的巨星横幅 8月份 因为没能见到老板答应投入的半亿转会资金 他们再次上级游行 即便如此 当初降级争战英管时 盛战 姆斯公园球场 依然卖出梦网站计票 铃色的爱实力显然是不会为纽卡斯尔带来任何改变的 如果被尼特斯最终离开 等待这支球队的将只能是每况愈下的战绩 对于这样的球队还能在英超显然是奇迹 但是对于球迷来说 无疑是一种煎熬 希望纽卡斯尔能早日找到那个 一心为了球队的老板 妨塔